如果你问我如何能够让频道被更多人发现 如何让自己的频道每天能够获得稳定的流量 我也告诉你去做出观众能够搜索得到的影片 这是频道被观众最快发现的方法 我的频道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像我的频道每天能够获得5000到7000的观看次数 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观众是通过YouTube搜索发现我的频道观看我影片的 从我频道开动以来有接近40%的流量是来自于YouTube搜索的流量 你要问我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我在一开始进行频道的时候就使用了2Buddy这个工具 今天这期影片我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 我是如何使用2Buddy这个工具 就帮助我获得6万多的订阅元素以及400多万次的观看次数的 我是Grayson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穿运的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随调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有一些概念需要让大家知道 YouTube它是一个搜索引擎和谷歌一样 谷歌是全球第一大的搜索引擎 YouTube是全球第二大的搜索引擎 所以有很大一份观众是到YouTube上面去搜索他们想要的信息的 那么这些观众是如何通过YouTube搜索去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呢 就需要他们输入关键词了 比如说我在YouTube上面搜索如何打领带 那么YouTube这个系统就会根据我输入的关键词去找到相符合的结果 然后你就会看到在YouTube的搜索结果里面 就会出现非常多关于如何打领带的一部影片 这些影片只有出现在第一页的前半部分 会最有几率被观众点击观看 所以就需要做的就是让你的影片搜索结果排名很高 最好是在观众输入关键词之后 一下就能看到你的影片 那么你的影片就非常容易被这些观众点击观看 我的频道里面有很多部影片都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的前一到三名 这就能够保证我每天都能获得稳定的流量 接下来我就具体展示给你如何去使用2Body去找到高收索量的关键词 并且如何优化这些关键词 也会介绍给你一些我认为在2Body里面非常好用的功能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2Body 你可以通过下方链接 然后进入到这玩家里面 点击这个Install Free Now 就可以免负安装了 然后你可以来到YouTube首页 点击这个2Body标志 在这里面找到这个功能 这个就是2Body的关键词搜索工具 在这个界面里面你也可以查看到最近流行的事件 这里面可以选择国家 例如说这是美国在最近流行的事件 你可以去看一下在你频道领域里面是否有相关的流行事件 我想更改地区可以选择这里 例如说选择台湾 这边就是台湾最近发生的流行事件 在这个输入框里面我们可以输入关键词 例如说我在这里输入影片剪辑 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会有很多推荐给你的相关搜索 这些相关搜索都是和YouTube的搜索人里面是一样的 我点击这个Explore 这个时候我就进入到了一个数据分析界面 首先在这里会有个分数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会有两个分类 Weighted 还有一个就是Unweighted 这两个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Unweighted的分数就是 它不管你是什么频道 它会根据所有的频道类别 去给你一个非常平均的分数 但是Weighted的分数就是特别针对你现在频道的领域 根据你频道里面的数据 就会看一下这个关键词是否是适合你频道的 选举可以看到 因为我的频道里面做了很多关于影片剪辑的影片 我Weighted的分数就是66分 但是我Unweighted的分数就是60分 主要的差别就是竞争度 你可以看到Unweighted的竞争度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会根据所有的频道类型 并会参照我的频道类型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竞争度是上升的 因为它参考我的频道类型 它知道我频道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影片剪辑相关的影片了 所以如果我继续制作更多影片剪辑的影片的时候 我的影片是更加有优势的 这就是为什么Weighted的分数会更高一点 我建议大家虽然ToBody能够免费使用 但是Weighted这个分数是需要你升级到付费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我认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升级到付费版本是更有效的 因为你可以查看到Weighted的分数 会给你更加准确的分析 然后你可以看底下会有搜索量 这个时候ToBody会告诉我 影片景这个搜索量是非常高的 已经到了绿色 然后这里底下就是竞争度 第三个数据就是优化程度 这个数据就是告诉你 现在已有的搜索结果影片里面 它们的优化程度是怎么样的 如果现在在搜索结果里面的影片 它们的优化程度都非常好 那么这个指针就会偏向红色的区域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指针在绿色的区域 就是告诉我 现在在搜索结果里面的影片 它们都没有做好很多优化 所以如果我做好优化 我的影片是非常容易展示在搜索结果前三名的 所以就进一步让我确定 我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对的 我可以制作相关的影片 然后底下这个数据就是告诉你 有多少部影片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 有400多万部的影片会在这个结果里面 然后就是每个月的搜索量大概是30多万次 然后右边也有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 在YouTube上面它的兴趣度是如何的 有分为30天还有12个月 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在过去的30天里面 影片剪辑它的兴趣程度在YouTube上面还是不错的 如果想更直观的看到全年的情况 我可以点这个12个月 这个就是12个月里面影片剪辑的关键词 在YouTube上面它的兴趣程度 也可以看到是不错的 都在比较平均偏上的趋势 然后它也会告诉你 在谷歌里面它的兴趣程度 这个就是30天的表现 和YouTube上面也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就是12个月的表现 会比YouTube上面来得更好一些 这也渐渐让我知道 如果影片优化的好 也是非常有几率出现在谷歌的搜索结果里面的 在底下会有很多相关类似的搜索 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参考 如果想进一步优化 我可以查看一下这些相关搜索里面 会不会有分数更高的 比如说选择这个影片级软体推荐 果然在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的分数提高了到了91分 这就证明我的方向是对的 然后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分数分析 虽然它的搜索量少了一点 但是还是属于绿色的阶段 还是可以的 我可以惊喜地发现到 它的竞争度是非常好的 并没有很多竞争 所以如果制作了相关类似话题的影片 我的影片是更有竞争力的 然后影片的优化优势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能够制作出这样类似话题的影片 我也可以再回来看一下 相关搜索里面还有什么推荐结果 比如说想选择这个影片剪辑APP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也是91分 非常不错的分数 搜索量也是非常多的 竞争度也还是可以的 也有很好的优化优势 可以看到观众的信誉程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影片剪辑APP这个话题也是我能够制作的 其实根据刚才的方法 我已经制作了两部相关话题的影片 一部就是影片剪辑软体推荐的影片 可以看到是2023年1月19号发布的 现在总共获得了3,557次的观视数 你可以看到YouTube搜索结果流量是非常高的 有64.1% 再来看一下它的展示点击率 虽然一开始它的展示点击率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可以看到它是慢慢上升的 最近都是在8%到9% 所以就是因为我使用了2byz的工具 去让我知道了这个话题我是能够做的 并且是有非常多潜力的 另外一部影片就是关于影片剪辑APP的 我做的是Capcard的影片剪辑教学 可以看到它是在2023年2月7日发布的 到现在有2846次的观视数 这个YouTube搜索流量也是很高的 有83.8%的流量是来自于YouTube搜索 再来看一下它的展示点击率 一开始的点击率也是非常一般的 在3%、4%左右 但是你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已经涨到了9点多、12点多 所以这也是我使用了刚才2body的方法 去让我知道了我可以制作出影片剪辑APP 这样相关的影片 然后在这个结果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搜索结果 在这个搜索结果里面 前两部是我自己的影片 然后底下是其他人的影片 我想制作出更多相关话题的影片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人的影片 他们的说图是怎么制作的 他们的标题是如何写的 他们制作了哪些相关话题的影片 也可以看到他们每部影片的观看数 到底有多少 这些都是能够借鉴的 要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2body这个工具非常强大呢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为这部影片点个赞 感谢你多的支持 接下来我想展现一个观点就是 SEO Studio 还是选择2body 然后找到这个SEO Studio 这样就能够输入你的关键词 如果搜索关键词 做YouTuber 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SEO的分数 也会告诉你 如果提高这分数 首先你需要把你的关键词 去加入到你标题里面 第二个标准就是 你需要把这关键词 去放到你标题里面前60个字符 然后需要自然的把这关键词 去放入到你标题里面 就这样是以人的说话形式 去让观众更容易看懂 第四个标准就是 在影片的描述栏前20个字符里面 需要包含你的整个关键词 另外一个我觉得SEO Studio 非常有用的功能就是 我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想有这样的关键词 它的搜索结果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并且我可以点击这里 去上传我影片的说图 我就可以上传一下我的影片说图 然后去比较一下 和其他人说图相比 我的影片说图是否能够跳出来 是否能够吸引观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 AB测试 你可以打开ToBody 点击这个Tools 就可以找到这个 Video AB Testing 然后选了这个选项 Create AB Test Now 这就进入到一个界面 可以展示出你之前做的AB测试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 我之前做的AB测试 所谓的AB测试就是 你可以准备两版的缩图 然后去按ToBody 去每24小时 去变换这个缩图 最后在一定时间里面 去比较一下 哪一版的缩图 最能够行一分钟点击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哪一版缩图 这里面会告诉你很多的数据 例如说它的展示点击率 它点击次数 并且每一次点击它的观音时长 最后ToBody会告诉你 根据所有的数据分析 你应该选择原版的缩图 还是变量版的缩图 例如说在这个测试里面 ToBody就告诉我 我变量版的缩图 表现是比原版的缩图更好的 它的表现超过了17.8% 所以就建议我使用变量版的缩图 想要创建AB测试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点击这个Create AB Test 然后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 你要测试哪一部影片的缩图 比如说我选择这部影片 然后会有两类的测试 一个就是缩图的AB测试 一个就是影片的语言数据 它的AB测试 例如说你可以测试一下 影片的标题 它的标签和描述栏 通常我都会选择缩图的AB测试 我选择这个 然后你需要选择 这个测试需要持续多长时间 例如说我选择44天 然后选择这个Continue 然后这里就可以上传另外一版缩图 然后点击这个Start Test 去能够开始AB测试 接下一个功能就是Click Magnet 还是在Tools这个选项底下 你可以找到这个功能Click Magnet 然后点击这个选项 现在可以看到Click Magnet 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Power Rankings 这里给出的排名就是 你频道里面最近表现好的影片 它综合了展示点击率 观看时常还有点击次数 第二个就是Element Inspector 这个就是给你一些 你缩图里面的参考 另外告诉你 你缩图里面是有露脸好还是不露脸好 然后还有你缩图里面展示的表情 哪个表情更容易吸引观众点击 例如说在我缩图里面 惊讶的表情是更容易吸引观众点击的 所以根据这个我就能够知道 在我之后的缩图制作里面 尽量多用一些惊讶的表情 第三个选项就是CTR Opportunities 这里面展示的影片根据总体的观看时常 它的展示次数以及续看率 这些标准来说 这些影片是表现得好的 但是有一个不足就是 它的展示点击率比较低 所以它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提高影片的展示点击率 那么这些影片将会获得更多流量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Advanced Analytics 这里面详细展示给你 每部影片它的重要数据 例如说点击次数 观看次数 它的续看率 观看时常等等 然后这个Health Report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健康报告就会告诉你 你频道最近的状态 比如说我频道最近 观看次数是上升很多的 上升了16.8% 订阅数也是上升很多的 上升了38.8% 然后这里就会曲线图 可以看到我频道是要往上升趋势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我也会看一下我的流量来源 我会去看一下观众会搜索什么样的关键词 来发现我频道 有很多观众在最近会搜索解映Canva Canva教学 简易教学 CapCut 所以我就可以多制作这样类型的影片 所以建议大家 有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频道健康报告 可以让你知道频道的成长趋势 2Body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可以推荐给你很多有用的标签 虽然说标签不再重要了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加入的 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优化我们影片 如果你安装了2Body 就能够非常方便的找到很多相关的标签 例如说在我上传影片的时候 2Body就已经提供给我很多相关的标签 我能够直接选取非常方便 另外2Body也能够查看到别人影片的标签 比如说我选了这部影片 在这部影片的右边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标签 如果想复制这个标签 你可以点击这个Copy to 就能够复制它的标签了 2Body对我经营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你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也能够使用2Body去帮助你频道成长 通过下方链接就能够开始免费的使用了 如果你打算开一个YouTube频道成为MeTuber 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开始 我建议你去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手把手的告诉你如何成为MeTuber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做这部影片 点个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的内容 追踪我IG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